还有一个就是战事升高的就是缅甸 12月3号到4号同盟国向这个四面佛据点发起了进攻 这个四面佛据点很重要 它是当地的一个地标 第一个它在老街的东城区 它是个战略要地地势也比较高 可以俯瞰老街的城区 那另外呢它跟这个老街这个分为这个总部 它跟这个缅甸军啊 老街的这个总部呢 大概直线距离只有两公里很近 山上还盖了这个缅族王朝历史上的三大地的塑像 也是当地人的一个信仰中心 所以这个地方不管谁拿下的话 哇那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转折 那当然大家都把这个焦点集中在缅北 但是缅北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有中国的不可说的默默的悄悄的支持 但是因为比较近离中国比较近 它的文化它的语言它的实物 几乎都是都是中文语区嘛 那但是另一头缅东的部分 这个妙瓦底才是真正的电炸的最大 就是人间炼狱啊 在这个妙瓦底市区内有100多个电炸园区 其中KK园区被称为是缅北这个电炸集团的终点站 这个妙瓦底什么概念呢 他们说是电炸的钉子户 这个中国很多地方可以稍微处理一下 但是这个妙瓦底处理不掉 它的地方在哪里呢 导播来我们有个地图丢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有个地理的一个概念 那这是缅北嘛 整个缅甸 这边是泰国 辽国 中国大陆 金三角在这个地方 妙瓦底呢 大概就在缅甸跟这个泰国的这个附近 所以它是在缅东的这个位置 有没有 距离中国比较远一点 那所以这个地方呢 第一个是这个地理的位置 那第二个它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复杂 跟缅北的状况又不一样 所以妙瓦底也是专坑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很有钱 对不对 所以电炸集团全部锁定它 过去很多中国人 包括台湾人被骗到这里 我看到这个霍氏出来的这个 受害人说 他们被骗的时候 都要绑着眼睛黑布条 到了先问 知道自己被骗 我到了哪里 如果到了果敢 还不算太差 如果到了妙瓦底 心就凉了半截 妙瓦底听说 进去能够活得出来的人 实在是不多 好我们回到了刚刚那张 那妙瓦底好像中国端不掉 这个果敢那边可以处理 妙瓦底处理不掉 这个尤其是它有好多园区 这个KK园区呢 被称为是终点站 它的周边10公里 都是荒野农田一片 但是园区那也非常的热闹 每100公尺 还有个武装哨卡 算是一个露天监狱 所以它是缅甸 尤其这个克伦邦境内 缅甸跟泰国的边境 中国不易插手 那现在也传出 妙瓦底跟泰国的边茂暂停 在今年年初 还传出了突然停电 而这个突然停电呢 大家觉得会不会是 也是中国 请泰国来帮忙啊 等等之类的 所以这个丽将军 你怎么看啊 这情势很复杂 而清理到之前讲到什么 印度的力量也会进来嘛 现在泰国也会进来 都会来帮忙吗 一个是缅甸 一个是菲律宾 你怎么看 基本上缅甸的形势很复杂 对 大家只看到新闻说 果敢的这个联盟军啊 这武器装备啊 无人机啊 都是中国大陆送的 对不对 这个大家不争的事实 你在山里面捡到 谁知道山里面 怎么会长出 对不对 当然因为中国大陆 受这个诈骗的 这害处太大 搞得全国上下 多少钱对诈骗 还有十几万人在缅北啊 等于是被强盗掳去 当人子还不算 还当诈骗手 所以但是 他也不能支持果敢军 把整个缅甸给颠覆了 缅甸的军政府得位不正 缅甸老不幸并不喜欢他 但是中国大陆 如果把缅甸军政府搞掉的话 那当年这个 那个什么 欧山苏姬 回来 他一定亲美 亲英 所以这个又把缅甸的权力 推到美国那边去了 所以他跟军政府的关系很暧昧 我痛恨你包庇诈骗集团 但是我也不能把你灭了 因为推翻他并不难 因为缅甸老不幸并不喜欢军政府 不喜欢军政府 如果说果敢的联盟军加把力的话 他这个军政府可能待不住 但是他待不住 明显的这个欧山苏姬就出来了 出来了 那马上就是变清美 因为中国大陆最终的目标是 希望在缅甸地去开一个铁路 开一个港口 这个事情不能因为 这次缅北的事情处理不当 伤失了他所谓战略一带一路 绕过马六甲海峡的卡点 这是他重大的事情 所以解放军又派舰队 跑到缅甸去秀一下肌肉 跟缅甸军政府联合军演一下 也安抚一下 我没有推翻你的意思 那军政府很清楚 老公要推翻他 易如反掌 但是就是估计他一走了以后 整个缅甸有可能在欧山苏姬 带到英美那一边去了 那你中国大陆的港口也就没有了 所以这些小国家 就很善于玩两手政策 那何况印度也虎视眈眈的 恨不得把手插进来 因为印度以前也进入过缅甸 那泰国也是守处两端 其实妙瓦底那边 泰国可以从那边下手去解救他 如果说没有这个军政府的顾虑 中国的大陆的特种部队 借到泰国 两天就把整个KK元旭给断掉了 KK元旭那些武装部队不足为虑了 自故以来中缅边境上的纷扰 我们历代的怎么形容 那种和尚兵不肩打的 好 那现在就谈到国桿 国桿这边这个四面佛这个居地 这个老街吧 对不对 对 老街 老街 这是个高地 又是一个精神宗教的一个 这个制高点 军事作战呢 我占领了高地 我的火炮可以看到哪里打哪里 瞄都不要瞄的 直接瞄准 所以这个就受感制 中国至少 步兵打仗 向来都是喜欢抢个制高点 制高点居高临下 很多东西就比较方便 那四面佛这个位置呢 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而且宗教意义上 也变得 你像中国历朝历代 你说泰山皇帝的象征 五台山佛教的一个象征 一样嘛 所以这个东西 尤其缅甸是一个 很虔诚的教徒 他尤其是缅甸这个老不信 在他成年之前 都要去当一下和尚 所以这个问题 国桿军在这边 当然军政府出手就下狠手 放毒气了 但是我看国桿军 也有防毒面具了 大概没爆出什么 很大的伤亡 现在这个问题 这些的地方得失 就看中共的手怎么去弄 是要加大力度支持国桿军 还是要一手一手维护军政府 这个是很矛盾的考量 尤其是未来的战略目标 是在那边建港 至于菲律宾闹的那些事 菲律宾本来南边就有Mausland 就有回教徒 跟基督教天主教的 北菲律宾是本来就不是一国的 再加上菲律宾贫富很不均 贫富不均的话 就是恐怖分子容易伸手的地方 寄生的地方 所以这个爆炸案 不管是哪个做的 让菲律宾也紧张 因为菲律宾的军队 也不是很强 他搞全面警戒是怕引起连锁反应 他又怕这个东西 你在北边搞这个岛给美国基地 美国美军不会在那边 保护你的菲律宾政府的 这些问题 唯一问题是你自己要面对的 那中国大陆要不要插手 那是更严重 大国之间不会好像用军舰直接面对 但是资助你那些叛乱分子 你看不到 所以这些问题 菲律宾紧张是意料中事 但是我想这边一个暴乱 对他那个仁爱交那条破船 他可能就要分心了 跟美军新建基地的合作 也可能会受到一点点影响 说不定因为搞这个平衡 有明的有暗的 有经济的有外交的 有军事的甚至有威胁的 这个大国博弈本来就是这样子 今天我们只看表面 谁知道他在桌面底下有些什么东西 不知道 所以这个报答案到底是回家图做的 还是菲律宾的不满分子做的 还是国外势力在做的 Nobody no 对这个孙杨君一下子就讲到重点 这两个地方的动乱 你看到事情本身都很简单 但有时候承认的未必是真的 不承认的未必是假的 那为什么有时候可以处理 有时候不能够处理 其实有时候跟事件的本身无关 都跟周边的情势啊 国际关系有关 这就是我们辣碗包的功课 每天把这些东西呢 剖开来给大家看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道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